新西兰漫游指南 大家好,我是阿楓 旁邊是我的好朋友四月女士 Hello,大家好 今天我們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呢? 因為今天是新西蘭政府解除口罩強制令的第一天 口罩強制令,那你為什麼還戴著口罩呢? 因為我還沒有得過新冠呀 Ok,好好好,那我們 雖然我已經得過了 然後我們今天所在的位置呢 是這個新西蘭南島的最大的購物中心 Westerfield 然後我們一起來看一看這個購物中心裡面是一個什麼情況吧 好,我們走吧 好像真的沒有人戴口罩了呢 今天逛商場的人還挺少的 蠻少的,你看電梯都沒有人 但今天是周二的上午 所以說大家都在努力的掙錢 對,都在當打工人呢 你以為像我們這麼閒嗎 只有我們這麼閒 所以說你知道最近就是那個疫苗證全都取消了嗎? 沒有檢測,沒有提前檢測 也沒有那個需要你打疫苗的任何證明 這個我真不知道 你不知道嗎? 因為我了解的是之前是需要 就是需要你有全疫苗你才可以入境 但是現在好像是說所有的人 他不會檢查你這個東西了 所有人就不需要隔離也沒有什麼證明 那我就不用再補一針疫苗了 太好了 對,恭喜你 我可以安放心地出鏡了 恭喜你 我覺得你的疫苗挺有用的 你到現在都沒有感染過 就是,就是 我的一針的疫苗可有用了 趕緊推廣一下叫什麼品牌 趕緊推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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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從這個超市裡出來了 你覺得剛才超市裡逛了一圈 你覺得跟 比如跟上周還有口罩限制令的時候 有區別嗎? 我覺得區別不是特別大 但確實戴口罩的人少了很多 少很多 至少以前是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戴口罩 對不對?現在可能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不戴口罩 對 我覺得區別還蠻大的 但是偶爾你看到有的人他比較 對自己要求比較高一點的人 也會戴口罩對不對? 就像我啊 對 不想得新冠的我 恭喜你 你肯定不會得的 我要一直戴的口罩肯定不會得 但是因為今天相當於還是新西蘭 如果來說的話 現在還沒有進入一個 按正常來說 沒有進入一個旅遊旺季 並且因為現在國境剛剛打開 所以說很多人想要來旅遊的人 可能還沒有來 所以說我覺得今年的夏天 這個比如說從十月份 一直到明年的三月份這個時間 可能會有挺多人過來玩的 嗯 那麼到時候這個商場裡人可能就會挺多的 對不對? 你覺得呢? 對 肯定會挺多人的 然後其實取消口罩限制 可能對很多一直戴口罩的人來說 是比較好的一個方式吧 對 他們就不用再戴口罩了 並且我覺得現在啊 就是解除疫苗入境的這個事情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對 這個真的蠻重要的 被因為疫苗而困住了 他不能去其他地方 比如我說剛開始的我 快點就沒辦法回來啊 對啊 但你是一個更更隔離 因為你打了疫苗 不是他認可的那個 不是也是他認可的 但是哎 這個事情就很複雜 對 但是沒有疫苗就沒有這些事情呢 對啊 對啊 所以包括我現在回來入境的時候 我也說他說你是新西蘭的居民 所以說你可以選擇不告訴他疫苗 那雖然我打了疫苗 我也不告訴他 哦 那這其實就相當於對本地的居民和本國國民來說 他已經不需要 已經是在前期就不需要你疫苗了 對對對 就是你打不打 他不 他不會 這個不成為一個條件 你能不能回來 不限制你了 對 然後所以說我們今天的節目也基本上就到這了 對不對 希望大家給大家展現一個最真實的新西蘭南島生活 我們在基督城 然後今年夏天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歡迎過來晚安 新西蘭漫遊指南希望大家關注我的頻道 何老師一條 何老師一條 哈哈好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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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